今天呢就要用這個芒果跟牛肉 我們來做一道芒果牛柳 它吃起來酸酸甜甜 那再搭配這個牛肉的這個 口感是非常的滑嫩 歡迎來到愛時尚東方名廚 今天呢要教大家一個夏季的料理 那夏天呢有什麼樣的水果 就是我們這個愛文的芒果 那你如果說今天沒有愛文芒果 你任何一種芒果都可以 那今天呢就要用這個芒果跟牛肉 我們來做一道芒果牛柳 那我們現在就開始吧 那我們今天呢選用的這個牛肉的部分呢 我們是把它切成條狀 稍微有點粗條狀就是牛柳 那你如果說在家裡 或者是在這個生鮮賣場 沒有找到牛肉片其實也可以 先讓大家來做一個醃漬 首先我們先把牛肉放到我們這個盆中 然後接著呢我們加入一點少許的醬油 醬油下來大概一大匙就可以 那醬油的部分呢就是讓我們這個 牛肉本身帶有一點醬香味 還有這個醃漬的這個味道 它比較會入味 好那再來就是我們的米酒來一點 好胡椒粉一樣的下來 少許 我們胡椒粉呢少許 那這個醬油少許 基本上你可以再打一顆蛋或者是半顆蛋 但是我們一般的份量沒有那麼多 我們就直接放一點太白粉或蓮藕粉就好 好讓它這個表面呢可以附著一點粉漿的部分 那你會覺得怎麼有點太乾那沒有關係 我們最後再上一點水就可以了 我們來放一點水讓它有一點濕潤的感覺 所以呢我們在醃肉的部分 其實這樣子就很簡單的 你如果說醃是這個牛肉片啊 或者是雞肉片啊豬肉片 我們都可以照這樣子來去做一個操作 好那我們就把它醃漬好之後呢 把它大概靜置15分鐘就可以了 先把它放著 好那首先呢我們先來熱鍋 那熱鍋之後呢我們倒入我們的橄欖油 那橄欖油呢我們這個煎炒煮什麼都可以 這是出炸橄欖油 肉的部分呢這裡的話呢就直接把它入鍋下來 我們必須要過油 我們就直接在家裡放一點這個油在鍋內 然後讓它來拌炒就可以了 我們就直接讓它慢慢炒 然後炒到6分7分熟就好了 不用全熟 因為待會它要繼續來做這個拌炒 因為呢它這個牛肉啦本身外表 它有一些這個粉漿的部分 所以它會變成比較滑溜滑口 在這個部分呢我們就可以增加我們一些口感 好接著我們的洋蔥就把它下來 洋蔥一起下來炒 把它炒香 那不需要把這個洋蔥炒到太軟了 有這個氣味出來就可以了 好接著呢我們的紅田椒切成條狀 也把它下來 田椒的部分呢因為它這個有很多的香氣 在經過煸炒的過程呢 它會釋放出來 好那接著呢是黃田椒也下來 接著呢我們來調味喔 來胡椒粉少許 黑胡椒粒呢少許 這些呢都是為了增加它的香氣跟層次 好這個時候呢這個香味就出來了 香氣出來之後呢我們的醬油下一點 好這個時候就會有醬香味更濃郁了 然後米酒下來 我們所有食材的味道都已經在鍋裡了 我們就下一點水 加一點水的用意呢是待會我們要勾芡的話 它會整個比較有這個食材的這個香味去附著 接著我們最後呢芒果才下來 好那我們的開白粉水 1比1喔把它倒一點下來就好 慢慢淋喔淋一點點就可以了 好那你會發現呢我們這樣子 所有的湯汁還有我們的所有食材的這個味道喔 這都可以附著在我們的食材表面 那我們把它收乾之後呢 最後你可以淋上一點香油或橄欖油 好那我這邊選擇淋一點橄欖油 讓它看起來比較有光澤性 橄欖油呢在搭配蔬果是還蠻搭的 而且也不太會搶味 好那我們就稍微把它最後收乾就可以了 好那這個牛肉呢就是要這樣子滑嫩滑嫩的 好那這道芒果牛柳呢我們就完成就可以來盛盤了 今天呢教大家這個夏季料理芒果牛柳的部分 大家千萬要記得我們這個芒果跟牛柳是非常的搭的 因為它吃起來酸酸甜甜 那再搭配這個牛肉的這個口感是非常的滑嫩 好那如果說它冷料的話呢 依舊也是非常的美味 如果有任何的問題呢 都可以在以下留言告訴我 那東東老師呢就會為大家來做一個解答 那我們今天呢料理的教學就到這裡 下次見拜拜 你可以吃宜 treats GhionST 好 哼 不 甚至 甚至